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马连朵结的编织法 马连朵结也是老辈人传承下来的一种装饰性的手链结 也可以作为装饰结的一种打法 接下来请开演示 大家看,这是我刚刚打了几个循环的马连朵结 那么马连朵结起步与我们的正常起步都是一样 大家看,一根压住一根 然后再压一根 转一圈就是一根绳子压住一根绳子 然后用最后的一根绳子调起第一根我们压住的绳子 把它从下方穿回来 然后我们四个方向同时把它收紧 大家看,只要我们连续调整收紧四根绳 它就会形成这样的马连朵结 大家看,和我们下方的走向是一样的 大家看,走向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就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 一根压住一根这样的 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最后一根穿过第一根 事先第一根压住的绳子的下方 直接穿过来 然后收紧四根绳子 四根绳子同时拽紧 这个起步与我们的收尾它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起步与编织 像我现在的编织都是一样 就是两根一号预线 然后我们把它四根绳子同时分开 大家看,一根压住一根 然后再压一根 拿最后一根挑第一根 大家看 有些很多朋友说我这一看就会 一打就废啊 这个 咱们只要多看 认真学习 它就一定都能学会 绝对不会像你说的 一看就会一打就废 那是因为我们还是没有仔细看视频 这样我慢动作给大家演示 大家看啊 第一根压过来挑 第二根拿起来压 第三根挑 第四根再挑 最后一根我们拿起来 从第一根的下面 大家看 穿过去 然后这样我们四个方向 同时把它收集 就这样循环的向上打 它就可以打出多个绳结 就形成了马连朵结 大家看 现在底部啊 这就是打出来的马连朵结 然后我们再继续 收尾的时候 待会儿教大家如何收尾啊 现在我们先把它再编一些 编织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收尾了 啊 就是非常简单 马连朵结其实就是四根绳子啊 一根压住一根 然后一起把它收集 就会形成这样的马连朵结啊 非常简单 这也是老辈人传承下来的一种 快速的手工编织 过去叫马编结 现在我们把它做一种 马连朵的装饰性绳结 啊 现在打的差不多了 我在打一圈的时候 就教大家如何收尾 收尾的方法也是极其简单 在我的教语 视频教程里啊 有过四五绳的算不嘎的 那么就是以四五绳把它收尾 现在我打这个收尾绳结啊 大家可以看到收尾绳结 其实它和我们正常的马连朵结 也是一样 首先我们先打一个马连朵啊 把最后一根调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把它直接收紧 大家看啊 中间留有一个绳眼 这样 中间留有一个绳眼之后 大家看 我拿起啊 最左手方的这根绳子 怎么穿 大家注意个细节 第一个我们的绳眼不要穿 隔一个 穿一个 由上向下进行穿插 大家看啊 这是四根绳 由上向下进行穿插 然后第二根也是啊 第一个不挑 挑第二个 啊 我们自己的这根不走 走这个啊 把它穿过来 啊 收紧一下 大家看啊 这是我第一个穿过来的 然后第二个 我不走自己的这个啊 走另一个 另一个这样 穿 啊 然后第三个 我们不走自己的啊 再走另一个 再从下方 把它穿过来 然后第四根 我们再不走自己的 再从这里啊 把它穿过来 然后我们四个方向 大家看 同时把它收紧啊 收紧之后 我们整理一下啊 四个方向 收紧 整理一下 大家看效果 大家看 这是我收紧之后 整理之后的收尾绳结啊 那么有很多朋友说 你打得太快了 我没有看清楚啊 怎么收尾 OK 我现在重新给大家打一遍啊 这样 我们首先把四根绳子分开之后 把镜头拉远一些 大家看 一 一 二 然后三 压过来 然后用最后一根 大家看 挑起我们第一根压轴的绳子啊 把它从 这个是我们第一根压轴的绳子啊 把它从底下 直接这样的穿过来 穿过来 这就形成了我们啊 正常编织的马连朵结 把中间这个绳子分开 然后我们拿起第一根绳子 大家看 隔一个 穿一个 由下方向上方穿啊 都从中间的绳子中穿出来 第一根穿 第二根翻过来 还是隔一个 穿一个啊 我现在以最慢的动作给大家打 大家看 我们第三个啊 自己的不穿 隔一个 穿 最后一根啊 也是收尾的这一根 大家看 自己不穿 然后 这根我们不穿啊 从这一根 由下方向上方穿 然后我们四个同时穿回来 向后方拉动 收紧的时候 大家看啊 一根一根的把它拉动 慢慢的收紧就可以 不要直接一步把它收紧 那么咱们再调整一下啊 让这两个绳结 靠得近一些 大家看 就是这样啊 为了让它靠得近一些 我再次把它收紧一下啊 咱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就完成了 大家看啊 这就是我们四股绳的 蒜木嘎的一个收尾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 马连朵结的编织手法 马连朵结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一种 正常的编织 吊坠结 或者一种装饰性绳结啊 有人叫它玉米结 总之叫发很多 它也是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一种 真正的手工编织技能 现在会这样手法的人 真的不多了啊 这种编织的编织